5th graders 5年级的小朋友 老师来检讨一下你们的习作作业 你们的习作作业通常错最多的就是第一个 Phonics发音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去熟悉每个发音规则 然后CD要多听 再来你们第二个比较会错的就是像 现在你们看到这种有这种一大段文字的 这是牵涉到你的英语句子的阅读能力 那老师就检讨这部分 Phonics的部分老师一直在给你们做复习的活动 还有你们一定要多听CD 然后可以把老师的教学影片再重复的看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是在你们习作Review 2的27页跟28页 好那这部分27页 Part D Listen and Circle 就是呢你听嘛先听题目的播放 然后呢这个答案有两个 然后圈起来Circle就是圈 Circle就是圈 好那我从头讲一遍 从这边开始 是两个人的对话嘛 Good morning mom 所以它就是女儿跟妈妈的对话 Good morning mom Good morning Anne 好这个女儿叫做Anne Who's 什么 Is that on the table 好你这样子不知道答案吗 那老师呢就是直接就跟你讲答案 因为你听到的就是这个cap 你要听才会知道答案 OK好那我现在直接讲 Who's cap is that on the table 是问cap 然后呢这个Anne这个女儿就回答 Is Ted's cap 问cap当然就回答cap 然后呢为什么会有cap呢 He has PE class 就是国外小朋友他们上PE呢 体育课都是会戴cap 就是那个棒球帽 压舌帽 He has PE class today 好那继续问 妈妈继续问第二样东西 Who's workbook Is that Who's workbook is that 然后呢回答是 It's my workbook 然后呢 I have math class today 所以那个是math workbook 就是数学习做 然后呢妈妈又说 It's 7.45 7.45 那这个就是时间啊 7 7点 45几分 45 看这个以前教过的数字单字 45分 Time to go Bye mom 7点45分了 该去上学了 这个时间快到了 好那你这个听完 如果答案都对了 才有办法写下面这些 你有才办法写 这个圈哪一个图 OK Circle the correct picture Circle也是圈嘛 叫你圈 然后呢 Correct picture 正确的图片 根据上面的内容 左边右边哪个图 是正确的把它圈起来 然后呢 Part 1下面这个 Read and check 也是根据这边的文章内容 对话内容 还有28页的part f 也是 part f part f不是 那我们先看这个 这边 这边就好 好 那刚刚老师已经讲完这个故事了 所以 which the character picture 那个图才是对的 那个图才是对的 那一个图才是对的 很多小朋友都会忘记这两个图要二选一的圈牵起来 因为他有讲到cap 他讲到这个cap 还有这个math workbook 这两样东西嘛 对不对 对吧 那这个就不是啊 这个图是watch 跟这个english workbook 好 所以当然是这个 这样了解吗 小朋友这样了解吗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 那下面这个是read and check 就是你根据每一小题的句子 然后呢 看是true 还是false true 到底是他这句话是 意思是对的 true打勾 false 如果是错的就是false打勾 那之前这个老师之前都给你们做过很多的 那个课本上的练习啊 你回去看那个小短文 或者是像这样子的对话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答案句话先画出来 有没有办法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这个就是像阅读测验的一个一个答题的技巧 好 那我们来看哦 老师先把这个全部都擦掉 不用了 好 我变色好了 我变个蓝色的 好 我们来从地底开始看 好 No.1 Test cap is on the table True or false? Test的这个钥匙帽在桌子上 True嘛 对不对 True 好那答案句是哪一个 在这里对不对 这个mom问说 whose mom就问啦 在这里 whose cap is that on the table 好这个问的句子是问到在放在什么地方 on the table 好回答 It's Ted's cap 所以答案句在这里 这是第一题的答案句 对吧 好 这是第一题的答案句 好 那再来 No.2的 问的是 And has English class today False 不对吧 它是什么 刚刚讲的 Math class 那答案句在哪里 答案句在这里 I have math I have math class today 对吧 好 那No.3 It's 7.50 now 也是一样 False 时间是这个 It's 7.45 All right 好 第四题 Ted has math class today False 他是什么 在这里 Ted是男生的 He He has P E class today 是P class 所以是这个 错 把错的那个 那个地方 把它画现 画掉 然后再定证 正确的答案 All right 好 再来 我们来复习这个 28页的 这个图片的对话 Do you have English class on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好了 好像看得不是很清楚 Do you have English class on什么 然后呢 他回答 No I don't I have a science class 所以他的关键是在这个 Science class 就是自然课 那就是这个啊 有没有看得到图吗 这个吗 显微镜这个啊 好 那这个是 对 就是这个 好 这个 那这个 这个就是Monday啊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 Do 他妈妈是问Monday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说 I have science class 我有这个 自然 那个科学课 所以这个格子要填 Monday 好 Monday 老师就没有按照他的格线 反正我就是给你答案啦 好 我 老师这如果再慢慢调格线 我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 有点准了 好 好 好 就大概这样子 好 Monday 哎呀 这个 开始呈现老师规茂的格线 好 有没有很像的啦 很像的对不对 哦 有碰到格线哦 Monday 好 All right Do you have English class on Monday? 所以他回答 No I don't I have a science class The class and the summer class 好下面那个图是 诶 诶图很小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哈 Chinese class Chinese class 那小朋友这个Chinese哦很多人都会忘记把C大写哎呀真是的 啊很多人都会忘记把这个C大写一定要记得English跟Chinese的第一个字母一定要大写因为我讲过它是跟那个国家哈有关系的专有名词alright好那再往下 我们再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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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然后换这个图啊 这个图你看 Lost and found Lost and found什么意思 Lost and found就是失误招领处啊 Lost就是遗失 found就是被找到 所以如果有丢东西来这边贴个图 那可能有小朋友就来这边找找到了好来我们来看咯嗯你看他说呢 那就是手指头指着过去的那个东西嘛 那这个很简单这个很简单这个老师念过去就好 It's Lucy's umbrella 他指过去umbrella There seems gloves There也是复述的东西是gloves 好 这样可以吗 好 老师的检讨到这边 之后 二专门 感谢观看